酱子玫瑰 阿英 好,那我們 先看一下好了 我給各位看幾段影片 欸,我覺得應該 沒有都已經 那就算了 好 那先不要看影片 待會再來看影片 奖國師是什麼樣一個人 跟我們這門課有關 各位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賈博士什麼樣的人跟我們這門課有關 如果沒有他的話 或許今天各位不會再上這門課 根本就不可能不會上這門課 那為什麼勒 有沒有人知道視窗程式設計是怎麼來的 為什麼會有視窗程式設計 為什麼會有視窗這個東西 視窗到底是什麼來的 視窗各位一定 Windows嘛 Windows他就是比爾蓋茨芭比的啊對不對 有沒有人這樣想嗎 當然不是啦 Windows不是比爾蓋茨芭比的 那Windows是誰芭比的啊 那如果有人現在就跟我們說賈博士那也是錯的 Windows也不是賈博士芭比的 那Windows是誰發明的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故事 視窗這個概念 我說的不是那個MS Windows 我說的是視窗這個電腦的使用者介面的概念是誰發明的 有沒有人曉得 全路 全路 對 這位同學 概念喔 有聽過嗎 有聽過我講這個故事嗎 他不是做影韻機的嗎 他做影韻機的沒錯 全路做影韻機的 那為什麼全路會做視窗啊 那我要告訴各位全路發明的不只這個東西喔 而且全路有一個非常神奇的單位 那個神奇的單位影響了你們這一代的人非常深遠 那如果沒有那個神奇的單位的話 或許我們現在很多課都不會是這樣開的 那那個神奇的單位有沒有人知道這個單位叫什麼名字 好那個單位叫做PAC 好 我這邊有 全部是Zeras S E R O S 那Zeras的PAC 中心 這是一個研究中心 全部裡面相當巨規模的一個大型的研究中心 後來他其實獨立變成一個公司 但是這個公司從來沒有賺過錢 那這個PAC 那這個PAC的中心呢 他基本上發明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那這個是全路跟腳步石事件的關係 那 全路在1970年左右 1970年左右 全路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執行長非常非常有遠見 那非常非常有遠見的執行長 應該是很好的執行長 對不對 但實際上不是了 那個執行長大概是全路有史以來 最糟糕的執行長 為什麼他那麼有遠見卻那麼糟糕呢 因為他的遠見太遠了一點 多遠呢 這個全路的執行長遠見有多遠呢 1970年各位還在什麼時代啊 各位還沒出生 我呢 1969年出生的 你知道嗎 我現在41歲 1969年出生 我出生的隔一年 那個執行長就 就遠見 遠到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未來的影印機 會被電腦所取代 他遠到這種程度 所以他很害怕 害怕什麼 害怕未來 影印機被電腦所取代的時候 他們全路會因此而垮台 那這件事情一直到什麼時候才出現呢 一直到大概兩三年前才出現 全路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還是全世界最大的影印機公司 但是議會確實他受到威脅了 受到什麼威脅 那些電腦型的影印機出現 但是現在有沒有 馬上把全路整個取代掉 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 全路還活得好好的 但是那個執行長在40年前 他就看到 影印機會被電腦取代這件事情 所以他非常的憂鬱 那他說服了他們的董事會 說我們要設一個中心 先進電腦的研發中心 這個先進電腦的研發中心呢 裡面要給很多錢 這些錢呢 他們做什麼研究 我們盡量不去管他們 他們會做出 非常對全路非常有價值的東西 結果呢 就設了帕克這個研究中心 那設了帕克這個研究中心之後 他們那些 就是開始吸引的一大堆 本來應該在學術界 本來應該是去大學教書的 結果那些人沒有去大學教書 本來那些產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了 那些技術根本就不可能花錢去研究的 因為那些技術根本就想像不大 但是呢 就在全路這個研究中心 紛紛的做出一堆 讓人家覺得很神奇的東西 那這些神奇的東西呢 第一個 在1970年的時候 全世界基本上 沒有你現在所看到的這種電腦 那有些人一定會想說 那沒有我看到這種電腦 那時候電腦是什麼樣子 有沒有人知道1970年的電腦 應該是什麼樣子啊 中端機實在 問題是中端機一定有個主機對不對 主機長怎麼樣 大概那個主機可以塞滿這整個教室 還不見得塞得下 那1970年的電腦大概是這樣 主機是這間教室這麼大 問題是那一台電腦有多少錢啊 各位你覺得那時候一台電腦應該多少錢 那時候一台電腦 以台幣現在 就是以台幣算的話要一億 以美金算的話也要千萬以上 不只一億啦 台幣可能要兩三億才可以賣一台電腦 而且再往回推喔 大概在1960年的時候 IBM的CEO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到了西元兩千年的時候 我想全世界應該會有十台電腦的需求嗎 十台電腦 他根本就想像不到兩千年的時候全世界有多少台電腦 沒辦法想像 那所以 全路在1970年 就投入這個東西實在是非常非常的有遠見 遠見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然後呢 1970年開始他們做這些研究 結果很多外他奇才紛紛被吸引到那一個中心去 那這些人呢 包含In格Button 包含L&K 包含後來 後來 各位知道那個皮特斯 這家公司 皮特斯這家公司的 老闆 也是從全路出來 而且皮特斯這家公司 之所以會出現 還跟賈伯斯很有關係 所以 你知道嗎 皮特斯的五分最大的持有者 是賈伯斯 他當時 這個之後再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是一個 賈伯斯在科技界 其實是怎麼講 就是說 電腦 電腦這個領域 是個金銅 如果你把他這個人去掉的話 整個電腦的歷史 是串不起來 整個電腦的歷史 那個故事根本講不下去 所以 為什麼我們今天想說 好 那我們先來講這個 雖然跟課程 其實是有關 但是不完全相關 因為它其實是歷史 每幾年 每幾年 1976年 賈伯斯跟 跟 跟沃茲尼克 一個 Steve Jobs 跟Steve Wasney 那這兩個人呢 1976年 在 1976年 開創的一家公司 叫做 蘋果 Apple 所以 Apple1976年 創辦 那 賈伯斯在 1975年的時候呢 他在哪裡工作呢 他在一家 叫做 Atari 的公司工作 有沒有人知道 Atari 這家公司 A-T-A-R-I Atari 這家公司呢 跟 兩個東西很有關係 第一個 是 角落石 第二個是 郭台銘 怎麼會扯得上關係 跟郭台銘扯得上關係 那確實 真的扯得上關係 而且 他跟整個後來 台灣的電腦產業 扯得上關係 那 怎麼說呢 Atari 是怎麼樣的一家公司 各位 各位現在如果去 那個 百貨公司的 遊樂場 你是不是會看到 一大堆的 那個 電動機台 對不對 OK 那種電動機台 基本上 在1970年的時候 非常盛行 現在已經很少人買 那種電動機台 在1970年的時候 非常盛行 那種電動機台 全世界最大廠商 就是Atari 那台灣的電子資訊產業 基本上是從電動機台開始 你可以想像嗎 台灣的電子資訊產業 是從電動機台開始 沒有電動機台 台灣的電子資訊產業 很難起的 很難起的 OK 那鴻海從什麼開始 鴻海 當時 曾經接Atari的訂單 但是後來呢 他 開始做一些像Socket的元件的時候 Atari就告了 因為 Atari 就是 就是 那時候全世界最大的 電動玩具的 機台製造商 他看到 你既然 既然 想要進入這個領域 他一定先想把你採取 OK 那當時呢 嗯 這是比較後來 大概一九八幾年的時候 Atari告鴻海 結果 結果導致鴻海 變成全台灣法律專利最強的公司 為什麼 因為被告 你知道嗎 被告公司因此 可能倒掉 然後 當他 沒倒 之後 他就 會做一件事 開始 強烈的注重專利 好 怕再一次被告 好 這是 插開另外一個話題 那 所以回到1976年 1976年呢 1975年 他們就開創了蘋果這家公司 他跟挖子尼克 挖子尼克比他大 大隔六歲 那 他跟挖子尼克 兩個人呢 一起開創蘋果這家公司 挖子尼克 做 電腦 的硬體相關的東西 因為挖子尼克 會做 他是一個 電子機械王 所以 挖子尼克 一開始做了一台原型 叫做 Apple One 在1976年 他們開創公司的時候 同時就做出Apple One 但是Apple One不是一台 很有歷史價值的電腦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賣幾台 沒有賣幾台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 拼出來的第一版 不夠好 譬如說成本 太高 那 那 界面什麼之類的 可能都有問題 所以 一開始的Apple One賣得不好 但是到了1976年 就隔年 1977年 就是他們創辦公司的隔年 他們做出來第二卡的電腦 所以就叫做Apple Two 有沒有人用過Apple Two 有沒有人用過Apple Two 我曾經看過Apple Two 但不是我真的沒用過它 因為 我記得那時候我才 國中 國中 搞不好還國小五年級 因為我年級 那時候呢 台灣開始有人買 Apple Two這樣的機器 那時候我去到我的 叔叔家裡 看到這一台是什麼 那時候從來沒有見過 什麼叫電腦 然後呢 就一台看起來很像電視 但是外面接了一個鍵盤 這樣的東西 那時候沒有話說 那 接了一個鍵盤 然後可以打字 然後呢 到底怎麼用 其實 我搞不太清楚 那是我對電腦的第一個印象 床本還沒見過電腦 但是 有一天你突然看到有一台機器 人家說 這個東西可以玩遊戲的時候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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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印象 可是我還是沒有用過它 我一直到 要上大學的時候才用它 然後呢 1976年的Apple Two 在全世界大賣 從此呢 蘋果電腦變成 一家電腦產業的明星公司 那它開創了一個 全新的概念叫做 個人電腦 或家用電腦 那這種 家用電腦的概念呢 就是各位現在之所以 會在你的教室看到 這麼多電腦的原型 好 那 蘋果 這家公司 1976年開創了家用電腦 之後 賈國斯和那個 挖子尼克就變成富翁 對不對 那 但是呢 各位知道 為什麼我們後來都只聽到 賈國斯沒有聽到挖子尼克 挖子尼克 有人聽過這個人嗎 那為什麼呢 當 那 挖子尼克 如果你看他本人 你會發現 他 基本上 有點像 街頭的流浪漢 你看了就知道 然後也會看到 那 他不是那種 很喜歡受拘束的 那種 所以 當蘋果開始成立之後 開始業務越來越大的時候呢 想挖子尼克里 可以 就是 他比較 比較屬於有商業同樣的人 所以 他可以掌握整個公司 但是掌握整個公司的時候 挖子尼克在裡面做什麼呢 他要搞自己的 他搞自己想做的東西 到後來他覺得那個整個公司的體制流程呢 混述他 綁住他 綁住他 沒有辦法去自己想做的東西 所以 他就決定離開蘋果 他離開蘋果的時候 當然也是帶了一堆錢 對不對 那帶了一堆錢 他要去做事情 想做的東西 他那時候想做的東西是什麼呢 他離開蘋果的當時 他想做的東西 是一台萬能遙控器 萬能遙控器 可以遙控什麼 就是現在你想像的到 我要遙控電子 遙控電腦 遙控電 遙控冷氣 遙控電風扇 他什麼都要遙控就對了 他要做這個萬能遙控器 然後一按的話 反正所有的電器通通都可以用 那種萬能遙控器 那後來他沒有成功 因為 那有點太早 一直到現在 我們想說萬能遙控器 也還沒有辦法 對不對 因為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不是一個技術問題 這技術問題都可以解決 但是政治問題沒辦法解決 你怎麼要請電鍋廠商 在裡面加一個接收器 讓你的遙控器 可以傳訊息給他 所以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和成本問題 商業問題 但是不是用技術來解決的 OK 當時Wordsley的就想去做這個 所以他慢慢的就離開蘋果的團隊 然後呢 賈伯斯繼續做蘋果電腦的CEO 但是呢 有一天 有一天 大概在1979年左右 全路找上的賈伯斯 應該不知道算是賈伯斯 找上全路還全路找上賈伯斯 那他們兩個碰在一起了 那全路找賈伯斯做什麼呢 賈伯斯又找全路做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全路看到說 哇 個人電腦真的起來了 他40年前的憂慮 他開始越來越憂慮了 為什麼 他怕蘋果一旦起來之後呢 那個電腦直接變成影片機的產業 那就把旋路做掉了 所以 他的遠見 遠見的焦慮又開始出現了 然後呢 他就想說 那如果我今天沒有辦法防止蘋果的長大 至少我要分享一下 那我要分享一下的話呢 如果蘋果長得更大的話 那我們也不至於跑台啊 所以呢 當1979年蘋果長大之後 蘋果推出蘋果肉號長大之後呢 全路就非常想要 成為蘋果股東會的議員 他非常想要 成為蘋果董事會的議員 他非常想要 持有蘋果的股票 然後不知道透過什麼管道 他們找上了賈伯斯 賈伯斯跟他們想一想 賈伯斯那時候知道說 全路裡面有在研究這個東西 剛好 他耳聞已久 他很想要全路裡面的那個東西 所以他就跟他們談說 好 你們想要我們的股料 那我想要 我想要你們POP實驗室的技術 所以 條件是 讓我看你們的POP實驗室 讓我進去裡面 研究技術 帶一票的人 帶一票 公司裡面最精英的人 進去裡面研究技術 你們要忠實地呈現你的技術給我看 然後呢 我股票 蘋果公司的股票 百分之五 賣給你 喔 不是送喔 是賣喔 要想清楚是賣 只是說 我願意把百分之五賣給你而已喔 不是送是要用錢喔 賣給你 然後你要讓我進POP 結果呢 全路的董事會開了一會 同意了 我來已經POP 但是呢 他們在同意的時候 同時跟POP裡面的員工說 不要透露太多 然後 就有一天 賣博斯就帶了一票 進全路了 進全路 他其實不知道他到底要看什麼 因為那時候沒有什麼風聲嘛 但是呢 他不知道他要看什麼呢 但是全路那時候 的那個POP實驗室 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 就是那一票人 他們曾經已經做了一堆東西 但是那一堆東西 苦無上市的機會 苦沒有辦法 就是說把那些 那些他們做出來的神奇機器 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為什麼沒有辦法 因為 因為那些 技術鎖在全路裡面 全部又做不出來可以賣的機器 就這樣 全部做不出來那種 可以賣得出去的機器 所以那些人就很 喔 我們做出這麼棒的東西 全部鎖在全路裡面 難道要鎖到天風地老嗎 怎麼辦 所以那些人就 就私底下 形成一個默契 賈博士要什麼技術 我們全部告訴他 好 所以 那時候賈博士帶了一堆人進來之後呢 進到全路POP之後 他們就把那些 滑鼠 視窗 螢幕 繪圖 甚至以太網路 全部拿出來 到處賈博士 所以他第一個就給他展示了 滑鼠和視窗 這個東西 結果賈博士一看到這個第一個 他就迷住了 他整個心思都是滑鼠和視窗 後面的以太網路跟繪圖全部都沒看到 就這樣 所以 他回到蘋果之後 他就拼命地想做出視窗這個東西 結果就在1979年 開始成立一個蘋果公司裡面 無人可以監控的小組 那個小組就在一棟大樓裡面 整棟大樓都是他們的小組 然後呢 他開始瘋狂地做視窗鏈 結果 他真的就做了 因為他是老闆 WASMIC又離開了 所以他是老大 沒有人可以說你不能做 他把全公司的資源全部 愛拿什麼就拿什麼 然後呢 就成立一個非常神奇的 完全不受控的小組 開始研發視窗電腦這個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發生了一件事 在1981還1982年的時候 他們做出來了第一次他們覺得可以賣的視窗電腦 那個電腦叫做Lisa 他給他取了一個名字叫做Lisa Lisa電 這個Lisa電腦你現在去搜尋 可以搜尋得到 但是基本上資訊很少 因為這是一個 又是一台非常不成功的產品 全世界也賣沒賣幾台 然後呢 非常非常的失敗 跟當初全錄的Zera Star一樣 Zera Star一台要賣400萬 但是沒有人嘛 Lisa沒有那麼貴 那時候一台的價錢 大概也將近10萬塊 那最後也是殘敗 沒有什麼人嘛 但是他沒有放棄 他覺得Lisa是一個好東西 繼續改良 隔年推出Makeintosh賣進塔 1983年的時候推出賣進塔 各位已經想賣進塔應該賣得很好 對錯 1983年推出的賣進塔 一樣的賣進塔 在隔年呢 1984年 賈博斯覺得他要專心在技術上 結果呢 他們本來就已經有請了一個CEO 但那個CEO是一個弱勢的CEO 不是那麼強勢 他一直不會也管不了角螺絲的 那1984年他覺得他們蘋果應該把商業這部分 情銷啊這些主管的業務 通通都交給另外一個人 他要再專心去研究那個 研究那個技術方面的東西 創造新產品 結果他看到一個人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呢 百事可樂 1983年的時候 百事可樂正在挑戰可口可樂 好 那百事可樂要挑戰可口可樂 他有一個CEO呢 做得很不錯 他每次那個CEO開始一個策略就是 反正我是老二你是老大 我要挑戰你 我就每次找那個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 就拿出來 但是呢外面的那個包裝通通都拿掉 所以搞不清楚到底是百事還是可口 然後呢 就到街上到處去找人 說請你來試喝 那試喝的結果呢 哪一品你覺得比較好喝呢 結果百分之八九十都認為 百事可樂比較好喝 他就用這樣的廣告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結果還真的威脅到可口可樂的霸主地位 但是這時候假如是看上他 他覺得 我就找這個人來幫我推銷蘋果電腦 像那個麥金塔這些東西這麼好 應該照著百事挑戰可口可樂的這種思路邏輯 就可以賣得很好嘛 所以他就把他找來那個人叫做 John McCauley John McCauley 約翰·史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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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他找來當蘋果的CEO 自己呢 變成技術長 然後 然後 史考利一進來之後 他是一個搶式的CEO 但不是一個押式的CEO 開始就跟那個 跟甲羅斯開始產生的一些摩擦 因為他一個人掌握一整棟大樓 然後要什麼資源 就跟人家直接用搶的搶過來 所以 所以那個 史考利覺得 你這樣子做 我整個公司怎麼管你 我沒有辦法繼續管理下這個公司啊 那 好 我容忍你 容忍你的原因是什麼 我容忍你這樣做的原因是 你要給我做出好東西來賣出去 得到非常大的營收 我容忍你 但是 到了1985年 他再也容忍不下去 他說 開了一個董事會 然後呢 董事會開完之後呢 把甲羅斯找來 不好意思 請你一盟高久 你被開除了 所以甲羅斯被開除了 他是那個公司的創辦人 但是 接下來1985年了之後 開創這個公司 9年後 他被開除了 好 那 所以 甲羅斯被開除之後 各位覺得 你應該會怎麼樣 他本來想說 我把他打包 回老家了 但是想一想 我甘心啊 我把你從百事可樂拼過來 然後你把我開除了 不開心 而且 再想一想 他最喜歡的就是那個 電腦這些東西 他想要創造的就是一個 一個 技術新世代的那種概念 他怎麼可以離開戲谷呢 在美國離開的戲谷 他怎麼能做這種東西呢 所以 他想一想 不離開 繼續 呆在戲谷 繼續呆在戲谷 這時候他做什麼事 他做的事情是 因為他手上 即使蘋果公司開除了他 他當初蘋果持有的那些股份 快賺成鈔票 也是不得了啦 然後呢 他又決定說 好 那我 你開除我沒關係 我自己再創辦一家公司 他自己創辦一家公司 叫什麼名字 叫 Nest Nest的英文 就是下一步的例子 他創辦 Nest的這家公司 然後 Nest的這家公司呢 他們要做的就是 下一代的電腦 所以他的公司名證 就已經告訴你下一步了 要做下一代的電腦 所以他把很多力氣放在這裡 然後呢 去把他原本在蘋果所做的 Visa和Mintintosh的那種概念 整個團隊給他 想辦法挖出來 然後呢 想辦法再找更優秀的人 來做 新一代的視窗概念 但是 各位 你一定會想 那他的Nest的到底在說什麼 他出了一個 他出了一個 作業系統 叫 Nest Day 下一步 那 那個Nest Day的作業系統 非常先進 那時候 比爾代士還不知道 視窗到底應該這麼弄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弄了非常先進的 視窗作業系統 那 這時候 他想說 OK 那有了這個東西 當然要賣啊 結果 他Nest 大概在1990年 左右上市 他 定價 99,999 賣出去 又是沒幾台 結果 他的錢也稍晚 沒錢了 不過還好 他在1985年的時候呢 錢分兩部分 一部分放在Nest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 有人來找他說 你可不可以投資我 然後 他後來 也沒什麼看 他就投資了 因為他覺得那個東西 他很喜歡 好 他投資了 投資了誰呢 投資了皮克斯 皮克斯當時還不是一家公司 那 皮克斯 當時是什麼東西呢 皮克斯當時是那個 喬治魯卡斯電影公司 喬治魯卡斯是誰啊 喬治魯卡斯電影公司 那魯卡斯是誰呢 魯卡斯就是 星際大戰的 拍攝的那個導演 喬治魯卡斯 喬治魯卡斯一直想要 想要做出一些更炫的特效 以便讓他在拍攝親近大戰的時候呢 那個太空船啊之類的那些東西 的特效可以又顧又炫 所以他乾脆找了一組人來 做自己的電腦會讀 做自己的電腦會讀 所以那一票人 一開始 全美國很多的 會讀人來就集中在 喬治魯卡斯的電影公司 但是 後來他覺得 這個東西就是賣得出去啊 就是賺不了錢啊 後來要解散 那那邊人就趕快出來求援 從魯卡斯電影公司的 會讀部門直接出來說 有沒有人 可以 成立一家公司 讓我們這些人 繼續做電腦會讀的技術 那時候 就找上了賈國師 賈國師就說 好 然後就直接給他們一大筆錢 然後從來也沒有去過他們的公司 所以他們就得到了一筆錢 然後可以亂搞一通 然後沒有人管 因為賈國師的心智不在那邊 他心智在面智在上面 OK 所以 所以他就 就 皮克斯就成了一家沒有人管 但是用錢的公司 那 那 所以後來 皮克斯發展 一直發展到 他們真的需要拍真正的片子 然後上市的時候 錢又不夠 這時候 皮克斯早上 早上來誰 早上來 早上了迪士尼 跟迪士尼說 我幫你拍片 這都騙了 出去一定大賣 但是呢 這些錢呢 你來佔住 你來出 你來入股 那後來 各位知道 皮克斯拍的那個玩具總動員 一系列一直到超人特務隊總動員 這五片 這五片全部都是迪士尼發行的 而不是迪士尼發行的 平克斯基本上只是 只是 製作者 但是發行者 賺錢的 都是迪士尼 因為當初迪士尼 投資迪士 這是 他的原因 那 你可以看到 OK 一路這樣子 假如是從全路 挖出市場 自信技術 然後一直落實 落實到 經過整整 將近十年的時間 他的商機是很成熟的 但是沒有地方發揮 他又被蘋果公司開除了 然後從1985年一直到幾年啊 大約在1997年 還是幾年 開始呢 賈國師又被挖回蘋果公司 那 那時候 思考力也早就辭職了 那 歷史證明 就是沒有賈國師的蘋果公司 就沒有創意 所以 所以 在那段時間 雖然蘋果推出了一堆東西 但是沒有人不賣 整個 蘋果的狀況 每況未下 那 賈國師也沒有混得很好 對不對 那幾年他 他也是混得不好啊 他 蘋果賺的錢又燒光了 然後 皮克斯雖然賺了一點錢 但是 也不足以自稱 他把NAS的那個東西 賣到全世界的那種技巧 那 所以 後來呢 蘋果又買回 蘋果又買回NAS 蘋果乾脆就把整個NAS的公司買下來 買下來之後 他得到了一個機會 但是他沒有馬上運用這個機會 因為那時候反應還不承受 他沒有辦法 那時候 那時候的微軟已經長大到什麼 什麼程度了 這個 其實好多線的公司 待會我們再講另外一些 那時候 那時候微軟已經長大到什麼程度了 那個蘋果對他來講 根本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家公司 那 所以 當他回到 回到蘋果之後 他沒有馬上運用NAS的技術 但是呢 他先推 他這時候他開始比較 小心比較謹慎 而且他對整個市場的熟悉度很強 而且他對整個市場的熟悉度很強 他開始推什麼呢 第一個 成名的就是 大約在2000年左右 就看到IPOD 在IPOD的發表會 如果你曾經看過這個影片 IPOD的發表會 你會發現那是一場小型發表會 跟賈博士當年在1983年 推出麥金塔的那種情況是完全不一樣 賈博士當年在拍大型演唱會 那種東西 然後一直到 他發表IPOD的時候 那時候 整個會場 是很小 沒有幾個人 但是IPOD從此呢 一旦成名了 各位後來的故事應該就知道 IPOD成功了 IPOD的特色就是把一大顆音點 放在 隨身聽裡面 然後呢 讓你可以 可以無限的一直把歌曲放進去 然後都不會滿 然後就這樣子 帶動了整個 CD的新世代 因為 從前的CD 我們 都有一種概念 就是 要嘛就是 放個光粒片 那光粒片那麼大 都不適合 那再來的話 不然的話呢 那CD 是用卡帶的 那 比兩千年的基數 根本就更不適合嘛 所以當他把整顆硬碟 直接包在CD裡面之後 那就一直要成名 大家發現IPOD真是個好東西 後來他繼續 在推 iTune 各位知道iTune是什麼嗎 iTune S 那是個播放器嗎 iTune 沒有 iPod才是那個播放器 那是那個平台的機 iTune是指那個軟體商場 那個東西 那iTune本身其實是指那個軟體 但是他有一個iTune iTune Store iTune Store 就是那個軟體背後的那個商場 結果他透過iTune Store 把iPod的功能又發揮得更便利精致 整個 整個那個音樂產業 我們在這邊其實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在美國你會發現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把上下游的功能源 全部串起來 你直接可以在iPod上面直接 就是下載的音樂之後放在iPod上面 你有合法的音樂可以聽 那那些做唱片做音樂的人 他可以直接透過不需要光碟片的形式 直接用數位的方式把音樂賣給你 所以他創造了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音樂市場 這個是音樂市場 在美國幾乎把所有的唱片頁 通通都大進 所以他透過這個 他得到了一個非常大的成功 接下來就是 iPhone之後 然後 他推出了 iPhone iPhone推出來 又是另外一個驚奇 各位也可以去看他的簡報 他那個iPhone那時候的簡報 就是非常經典 待會兒放給我看 那 他就 先給人畫一個名 這到底要做什麼 然後他舉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 一個是 隨身體 iPad 這個 另外一個是手機 然後接下來呢 最後 他很會帶動氣氛 氣氛到最High的時候 iPhone現身這樣 你看到 哇 那個簡報真是經典 然後 你要看到iPhone也成功 接下來呢 接下來各位應該知道哪一個 iPad iPad 不用講 各位也知道 非常非常成功 然後 最後他拜死了 之前 其實他還做了一個布局 讓蘋果 不至於 因為沒有他 而馬上死掉 對不對 他做了什麼布局 班執行長 班執行長 對 但是其中一個 但是在技術上面 他做了什麼布局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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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遺作 最後的技術布局 他希望蘋果 在他之後 還可以 還可以好好的活著 而且希望有人 可以 繼續發揚光大 但是目前看起來 似乎有點困難 那個布局就是iCloud iCloud 它建構起來之後呢 它整個 整個雲端產業 它全部 納為蘋果公司所有 你可以發現蘋果的那種做法 跟Google完全相反 Google雖然有很好的技術能力 但是他的整合能力超級的差 你真的不知道Google到底在做什麼 一下子Google document 然後 一下子呢 Google site 一下子又 逗病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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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格的網站 反正 什麼東西 全部Google都有 但是他全部的東西 通通都串不起來 但是蘋果不一樣 蘋果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公司 所以 他做什麼 他就會全部整合得很好 這是蘋果跟Google完全不同的地方 蘋果的整合力非常強 它或許技術其實很多地方甚至不如Google 但是問題是 它的整合力實在是太好 所以你買蘋果的東西 你絕對不會看到說 我這個東西到了哪裡很難用 很少 因為它整個整合了 公路面非常完整 那 你看到Google的東西 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跟另外一個 完全不要關係 你想要讓它的關係 也有點困難 好 所以到最後 iCloud 他幫蘋果奠定 恐怕 可以再撐個五年了 的 不會 不會 不會因此 而 而馬上 馬上掉下來的這種情況 但是 之後怎麼樣 就很難講 所以 啊 Steve Jobs的 日式大概從這邊 講到差不多了 那 我記得我那天發了一個 一個 Facebook的訊息 結果我一個朋友呢 他回訊說 我就講說 欸 好像 如果 如果 電腦產業沒有了賈國師 就好像 中國歷史沒有了三國演藝一樣 就從彩色變成黑吧 結果我那個朋友他跟我說 呃 我覺得 這樣好像不是 夠傳神 他覺得 如果 蘋果沒有了賈國師 就好像三國演藝沒有了口名一樣 我覺得 嗯 這個很傳神 這個更傳神一點 那 那 各位知道三國演藝最後口名死掉之後 誰接他 江偉 對 所以目前我們看起來 嗯 接賈國師的那個執行長顧客 就有點像 江偉 那 他 守成有餘 開創不準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那 這是有關於賈國師的故事 那我們先 休息一下 一起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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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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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